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王建平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我这个单元的节目 我们上个礼拜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很多观众朋友觉得有一些些感觉 但是好像还不够透彻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继续请到太阳圣德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继续谈一谈他的超级生命密码 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 您讲到您的生命密码就是感恩跟爱 是 可以再进一步尝试这两个的关系吗 就如从上个礼拜我有提到 那么感恩这个东西呢 如果我们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请加练习 然后把它融入我们的生活 融入到一个情境啊 所谓的淼淼感恩 那么感恩之后你才会发现 所谓的物物有情 产生的一个共振 好 你会感受到这种爱呀 就很自然的显现出来 当爱显现出来的时候 你那份energy有了 就会补足我们原先所失去的 这个能量机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 忙碌中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把正能量就流失掉 对 那么流失到一定程度之下的时候 50%以下的时候 这个生活就很危险 是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因为负能量是容易被累积 甚至被自己放大 我被委屈了 我被轻视了 我被别人排挤了 我这个能量我会一直无限地扩大 但是正能量我会觉得 这是我努力本来就该得的 所以常常负能量会累积的比较快 在每个人心中造成一块郁结 那这个的话解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是 其实我们现在在红尘中 很容易就跟负能量为伍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想要去听一点悲伤的歌曲 觉得那个时候才过瘾 才有那个味道 但没想到呢 听这样的歌曲 刚好把负能量又请得更多 所以加着加着加着 听完以后不但没有释怀 而让自己对生命里面很多的主题 可能又更荡下去了 这好像就跟这个抽刀断水 水更流啊 这饮酒浇愁愁更愁 那我们就是鼓励学员 在超级生命马的系统里面呢 其实怕就怕 你没有察觉自己的负能量一直增加 正能量一直流失 如果你要想要察觉 这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你要看你平常的情绪 如果你这个生活里面一直都是不快乐 那肯定是负能量大过一正能量 好 如果是心事重重 老是挥不去 有些人说 我也想往好的方面想 是啊 我就是没办法想得到 对 我现在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这就是负能量大过一正能量 是 因为我们是希望好嘛 我们的这个心的意志想要往好的面走 但是您要知道在能量场里面 负能量它就像一个 一个枷锁 它就包在你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周围 所以你有时候你的力道 小于这个负能量的力道 所以你的心就想说我要呐喊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但是就冲不过来 是 其实我想也是这样 正能量负能量 我相信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我们都希望正能量能够加强 负能量能够减少 但是人的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磁场的变动 负面的东西容易强占我们的心里 像您刚刚提到的感恩 我们个人也有很多机会 跟听到很多人的倾诉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他可能告诉我说 他这个朋友这辈子对他很好 怎么最后那一次不借我钱 因为最后这一件事 他把这个人都否定掉了 我们常会觉得 有人可能他对你95%的好 最后那5%就被你完全否定了 这个人简直是万安富裕 这个人不值交往 所以负能量我觉得就跟这个 最后那5%的感觉很像 那5%可能会侵占掉前面的95% 所以您的方法应该 在这方面应该是能够着力 才能够帮助到您的学员 是 我经常说呢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 尤其我们中国人 都是希望有一番的努力 将来有一番作为 一番成就 所以今生是一番的 成果中的顺遂 然后给自己一个答案 觉得今生没有白来 但是根据我在这样子的一个 跟众人的接触中 发现就是说 要一劳永逸的 感受到今生的成就 是真正成就的人 在盖棺论定之前 毕竟真有那种感觉的人 是少数 大部分都是在一个阶段性 是成功的 但是在生活里面有 无数个主题挑战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 还是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 是的 那我经常就说呢 我们人呢 忘记了一样东西 我们买家电 我们都知道去看一下说明书 但是我们人生 却忘了读 生命或者是离命的说明书 所以往往我们总认为 我们要努力要努力 好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很多人都说 我要打拼我要赚钱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谈这些 我必须赚钱 他认为我这样努力花了时间 我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的经验都发现 怎么赚钱 怎么样努力 打拼 最后就是冲不出来那一团乌云 好 这个时候就是可惜 因为他的努力的这种心智 照我们从小的观念来讲是对的 但是他却忘了读生命使用手册 所以他总认为是这样做对 但是最后结果让他很丧心 那这样对他整个人的人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 比较挫折的一个感觉 不光是挫折 因为这种挫折会带动他身心灵的沮丧 是的 而面对未来的人生的时候 他没有那个energy 是 那很多人就是经常看到 有些人一阵不起 是不是 然后最后他学历比别人高 社会经验比别人足 曾经叱咤风云 但是最后他闹得 并不是他前面所想得到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学员 就是要弄清楚生命使用手册 他究竟是怎么说 而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呢 就是可以充当我们生命使用手册 来研读 来实验 看看是不是我们了解的这整个原理和方法的时候 用对方法就可以事半功倍 是 其实我想很多宗教也有类似希望帮人生做解答的这个企图 甚至我们不要讲宗教我们中国的学术里面不管是如到事 也都试着要帮我们生命找出解答来 但是在您的这一份著作里面当中您觉得您超越的东西是哪一些 为什么让您的学院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我不敢说超越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神很多东西都相当的珍贵 但是重点是在这么样多的宝典中有多少人可以找到精髓 而拿到一个这个密集 然后刹那间就转变了 而这本书里面呢 他的确教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和方法 让我们的学员呢 就是在试验的过程中就感动掉泪 感动什么呢 感动着他曾经花了几十年的功夫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却用我们的方法上那间看到端倪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的机缘 他感动了掉泪 是 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学说的实践的方法 是改变心 还是改变行为 改变心也要改变行为 也要改变逻辑 也要改变很多人 人生在世 应该要有的基本观念 那因为我们过去从小到大 我们受到很多的教育系统 把我们本来觉得 我们认为是对的 但是在我们人生中的行径中 也许那就是我们的主力 但是我们总认为那是对 所以我们不认为那要改变 从来不会怀疑 对 那么就好像锁住了 你认为那是对的 但是他其实是错的 但是你从来不会想要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完全锁住 而且就不可能会有改变的一天 当心智也好 观念也好 逻辑也好 没有改变的时候 生活会改变得顺遂圆满 并不是所谓你在哪个仪式中 或者你所谓的怎么样的一个 好 皈依与否 好 怎么样的 好 因为人的观念非常重要 是 其实如果说把您这个著作学说 当成一个我们叫做您说是生命的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这样子其实应该 如果光凭这一点 其实应该去读读看 知道一下中间到底要传授我们什么东西 那在您阅历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 也许是学员 也许来跟你讨教 也许来跟你做一些交流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例子会让您觉得 对您反而有一些启发 或者对您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您觉得欣慰的 好 我举一个我们系统在台北学员的一个例子 是 去年的年初 有一位在台北的企业家 他是一个台湾知名笔电品牌的老板 是 那么因为这个投资失利 因为这个判断错误 所以上海间让他的债务高达一元还是数亿元 在那个时候 他可以用的方法 他都用过了 可以找的人他都找过了 所以就变成说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后来刚好他的朋友介绍他认识曹医生的密码 所以他也刚好那时候我在台湾讲座 并且有课程他来参加 参加完之后 他跟我约了一对一的咨询 所以那一天他到我的这个咨询房间呢 他坐在我的面前的这个沙发上 他坐在前面 他的太太坐在后面 原先两个人是知名品牌 笔电品牌的大老板 结果绕得的那个时候 他对我说 他说老师今天我来到你这里 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 他说如果今天从你这边 我没有拿到什么样的结论方法改变的话 他说他的下一步就准备从楼上跳下去 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在 他没有办法再面对 那个时候他在讲 他的太太在后面就是以泪洗面 看那个情景是很令人伤感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说 我们超级生命码呢 已经救了无数的人 这一刻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相信 一个就是你有可能就要回到 你想要过的生活 就是刚刚他所讲的 可能要跳下去了 他说他没有路了 他说再高明的人他都遇过了 没有办法了 他说现在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役 所以当时我跟他讲 你必须按照我们的方法 好步骤一二三 好该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那天一个小时的交流之后 他就回去 他真的就是咬紧了牙关 我说的功课他真的去做了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 就是去年农历年过完年 他找我一堆咨询 结果在五月的时候 我在台北还有新的这个讲座课程的时候 三个月之后 他主动要求上台向世人述说 他中间的奇遇 而且已经起死回生 中间的这些故事呢 在YouTube上面有这个录影 实都有 真实的他自己说 然后从那个时候 惊喜连连 一直到现在 公司已经从起死回生 到其他投资人来帮忙 到现在他说他天天觉得在过年 哇这个故事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振奋 但是我们相信在失忆中 在谷底的人 可以从当中悟到很多的道理 但实际上只有失忆的人 或者是在生命谷底的人适合读吗 还是说其实这个生命密码应该可以让更多人得到解答 好 我经常说这是供需的问题 好 在我们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的 非常虔诚的 想要再多精进的学员 有几种可能来到我们的系统 一种呢就是有大智慧的人 那也许他前世有修 所以他一看就明白 这个是机会难得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他曾经受过 非常记忆犹新的痛苦 然后接触到我们系统之后 马上翻转 两个强烈的比较之后 他知道这是唯一的路 所以他做了改变之后 他知道要更精进的去 把他研究通 是 所以我们像全世界 有如雨后春笋的各地的学员 都因为他们自己的实修实练 在实证之后 他们感受到 从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得到太多 所以都在各地 纷纷踊跃的当起的志工 是 其实这样子也是 可以让这边更往下扎根 然后像大树一样 往外开展 那如果您对您生命中 有怀疑的话 也许我们导师的这本 超级生命密码 您也可以找得到答案 不妨试试看 但是现在请您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等一下 还有更精彩的 马上回来 这次节目是 brought to you by Asian Cultural Alliance 我们下期待的观众 我们下期待的观众 我们下期待的观众